最大的国家 今年的4月3日 美国有27万多新冠病毒确诊者 总统在白宫冠状病毒工作队简报会上 一如既往的说 我说它正在消失 它正在消失中 4月23日 总统突发奇想的建议医疗人员 研究把消毒液注射到病人体内 以治疗冠状病毒的感染 此新闻片段溢出 全国哗然 我们在纽约 大都会看守所内都笑得站不起来 这天的晚上 罗素回到我们的大仓房里来了 罗素是60多岁 意大利裔的壮硕美国人 有糖尿病 心脏病 哮喘等长期疾病 三个多星期之前 发高烧后 从我们那大仓房内被带走 不知去向 但这天又回来了 还是回到他原来那床位 我们都围着他问个究竟 罗素坐在他的床边 有气无力地说他的故事 那天晚上 我发高烧和大便湿进 弄得这地方乌烟瘴气 抱歉得很 他们把我放在一个 罗素的小房间里 待了一个晚上 什么都没有做货 给我什么的药 第二天早上测量了体温后 看到我还在发烧 便把太空衣 套在我身上 把我押送到 外面部落轮区的 一所医院去做检查 抽血 扫描等等的弄了一整天 当然也没有告诉我 是什么的检查 或为什么而做的检查 最后只是说 我不用上呼吸机 用口罩书点养便可以了 于是又把我押运回看守所 把我扔在一个小房间内 你们知道这看守所里 有一个非常隐蔽的 特别证人保护区吗 那里有好几个独立的小房间 里面冷得厉害 又只有一张薄薄的小毡子 我要求他们 把通调的温度调高一点 他们说要把病毒冷死 真是开玩笑了 先把我冻死了 病毒便冷死了 没有什么注射液 特效药 啥都没有 只是每天来测量体温 任我自生自灭 我也以为我将会死在那里 没有方法给家里挂电话 或发电邮 只能写信写字条 我向我的律师发信 三个星期了都石沉大海 幸好 我撑过了四五天之后 体温降下来了 恶谢也停止了 呼吸也畅顺得多了 但味觉嗅觉还没有恢复 他们又说我要再隔离 十四天后再看 最后我唇用自己的生存意志熬过来 硬要佛下来的 看 我剪掉了四十多磅肥肉 多磅 我们听着 都被他的坚毅精神感动了 大家都忙着恭喜他重获新生 个人也为自己的侥幸 而他一把汗 4月28日 特朗普还在说 我认为疫情正在消失中 4月29日 新闻报道说 布鲁轮区的病遗馆 一时间处理不了众多的遗体 要把遗体放在停车场的一些货柜车厢内 遍地都是遗体 报道说 5月8日 总统说我们美国是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世界领袖 同一天 一个灾难式的巨型太平间 在纽约出现了 布鲁轮区39街码头前 停泊了50多辆冷藏卡车 内里全放着尸体 又是同一天 看守所里 传的沸腾的消息是 纽约时报报道 大都会看守所的所长 被病毒感染了 正在家里隔离工作 又传看守所内 有30多名员工都受感染了 但居留者呢 官方的说话是零感染 罗素嗤之以鼻地说 当然啦 因为无论怎么样的病倒 都故意不给你做病毒测试 那就从来都没有阳性反应 因为从来都没有 为我们被居留者做测试 这两星期以来 邻居阿平律师 正忙着一方面跟外面的人权律师们联系 把对联邦政府违反人权的集体控诉书 好你好 一方面 在看守所内各仓房里 调动个人的兴趣和积极性 签名支持 作为集体控诉人 而罗素变挂头牌 为主控人物 一个晚上 众人正准备上床入睡之际 两名彪悍的护卫员 踏着响亮的脚步 来到仓房内 站在阿平的床的两旁 用手电筒罩着阿平的脸 拙他马上起来跟他们走 阿平从此在我们中消失了 不知去向 罗素喃喃地道 伟大的美国万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